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NVIDIA GTC 2023的重点 特别是NVIDIA执行长黄仁勋所提到的AXC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技术如何让我们成为变革的一方 而不是被变革淘汰的那一方 首先,今年的GTC依然保留了标志性的我是AI片段 但黄仁勋一开始就提到了科技业近几个月的焦虑感 大家都知道NVIDIA作为AI军火商多年来一直强调AI的重要性 但AI的具体应用和威力 直到今年的AIGC热潮才让大家有了清楚的认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黄仁勋在主题演讲中介绍的一些新产品 服务和合作案,包括AIGC人工智慧影片 GPU NVIDIA L4 大型语言模型 GPU NVIDIA H100 MVL 推荐模型专用晶片NVIDIA Grace Hopper等等 这些新技术都让NVIDIA在图形 自动驾驶、制造、医疗、零售等领域的AI研发工作 有了开花结果的感觉 此外,NVIDIA还推出了DGX Cloud 让每个企业都能直接用浏览器 取得人工智慧、超级电脑的运算能力 而在Omniverse方面,NVIDIA与微软合作 透过Azure Cloud将Omniverse推给企业客户 并扩大Omniverse Cloud的规模 以支持推动工业数据化 最后,黄仁勋提到了 深度学习的历史与NVIDIA的紧密关系 从2012年开始 深度学习元老Jeffrey Hinton和他的学生们 就使用NVIDIA的显示卡进行研究 时至今日 Oban AI的UOSOS Keyboard也使用 NVIDIA DGX训练出CheckGPT背后的核心模型 GPT3与后续版本 GPT3.5 总之 AXC或许才刚开始大幅改变人类生活 但NVIDIA的AI垄断护城河已经巨大成 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努力成为变革的一方 而不是被变革淘汰的那一方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 记得按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